弟兄姐妹平安 那我们再一次来做一个祷告 父神我们谢谢你 让孩子可以站在讲台 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您自己的话语 乃是神里的怜悯跟恩典 愿主你竭尽我 也让我们今天的聚会 从头到尾 圣灵请你来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讲的跟听的 都一样受到神的祝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想 这边请各位先看一段献诗 就是诗班的献诗 就是大概在一个小时前 台语堂他们献诗的一首诗歌 歌名就是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 他们是用台语 其实它本身是歌词是国语的 但是因为是在台语唱 所以他们把它翻成台语 我现在请影音同工帮我放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语唱 李宗盛 在台语唱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语唱 李宗盛 在台语唱 李宗盛 好 谢谢 刚刚这一首诗歌是我的姐夫 二姐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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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他过去在中市 台湾的中市 做过音效设计跟光企设 他在二十几年前 因为对原住民有负担 所以他跟我的二姐到新竹 兼石乡 梅园长老教会 就是现在我想我们只要知道 台湾有个司马库斯 就是在快要到司马库斯的 那个镜头那个地方 那他们那个梅园教会 因为他要建堂 所以他就把当地的原住民的青少年 集合起来 其中募款这个建堂的CD里面 有一首歌就是这一首歌 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他的歌词里面大致是讲说 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我们一起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同走主所为我们安排的道路 我们一起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也一起来宣扬福音 那我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大概我们最不喜欢面对的 就是这个苦难 但是神往往不是要给我们 苦难的解释 而是要给我们有那个盼望 就是永远的荣耀 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 来一起分担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2017已经进入一月一月底 二月马上就要来 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台湾人来讲 荣耀年还没有过 所以其实我们还在算2017 那感谢主 在2017我知道 我们教会有很多事情 不管是教会的搬迁 硬底的改建 或是甚至刚刚我在台语堂讲 很多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回到神的那边 但是感谢主 安安教会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家 借着一个一个的难处 神把我们再次地拉在一起 那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经节是加拉太书 六章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在这边有一张图 在三个礼拜前 我们教会的同工训练会 我有用这张图 分享了一点点事情 所以你假如是同工的话 看过这张图 您等一下就先不要讲它的答案 那其他还没有看过这张图的 我能不能请你踊跃来 告诉我 举手告诉我 在这张图里面 你看到什么 是你所看不到的 这张图里面有个小孩子 对不对 有个妈妈 水桶在另外一边 但是这张图里面 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你却看见了 你能不能提出来分享 好来 那个Steven 请你大声一点 妈妈把水桶提得比较靠近他 妈妈把水桶提得比较靠近他 所以他承担得比较重 没有错 好来 还有没有 就是这个图 你所看到 背后 有一些你是别人看不到 你却看到 有没有人来 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华语堂 这个我没有放装脚 所以没有装脚会回答 所以请你 假如觉得 假如你有看到什么的话 请你来 可以踊跃回答 你愿意来跟人家分享 来 这位弟兄 妈妈把水桶抓住 所以不会 妈妈把水桶抓住 所以不会 好 这也是很好 好来 看到妈妈对孩子的爱 你怎么知道她是妈妈 也许她是一个阿姨 OK 她的意思就是说 看到一个爱在里面 来 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 有没有人要分享 就你看 这张图你看不到的看见 来 最后一个机会 好来 好 这个小孩虽然很小 但是他很喜乐 他很高兴 因为他可以 他觉得他可以分担 是属于他那部分的 是这位姐妹的 answer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图 放到最后再拿出来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讲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当然这个他是指主耶稣基督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很喜欢这张图 我很喜欢这张图 有没有人 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的 来请去个手 几乎都看过 好 有 有人第一次看过 那有没有人 不知道这张图后面的故事的 有没有 你看过这张图 常常在Google image看得到 但是有没有人 说我不知道这张图意义 背后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 好 也有人不清楚 好 这张图我很喜欢 你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 好像这张图很平静那种感觉 很美丽那种感觉 它是这样子 这张图是在1560年 有一个画家叫亚尔伯杜勒 你假如上网Google去查他的话 他有非常多的素描 非常多的雕刻手工 甚至在博物馆里面 有很多他的作品 但是他做这张图的背后 有一个故事 跟我们今天要讲的 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有一个很深的背景 在那个里面 我讲一下 在15世纪的时候 德国有一个村庄 那个村庄是 附近就是做矿场 矿工 煤矿的工人 住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家庭 它里面有18个小孩 这个爸爸 妈妈为了要抚养 这个18个小孩 他们努力工作 常常一天要做 17、18个小时 这个爸爸是一个 打金子的将 但是他不是拥有金子 所以他的生活 非常的困苦 其中这个18个小孩 里面有两个男孩子 神给他们赋予 很好的恩事天分 就是他们很会画画 很会拿雕刻笔 素描雕刻什么都很好 结果呢 这两个兄弟 他们也知道 他爸爸的经济 又18个孩子 不可能让他们 到艺术学院去念书 所以其中一个哥哥 叫做法兰西斯 Francis 弟弟就是亚尔伯都的 有一天 他们两个在睡觉前 就互相在那边聊天 说那这样子 爸爸既然没有办法 提供我们去念艺术学院 那我们两个人 就拿个铜板 来证 看谁赢的话 先去艺术学院读四年 输的人就到矿场去打工 将所赚到的钱 来支持另外一个 去完成学院 那当另外一个学业完成以后 回来 另外四年 换这个读完书的回来 他去矿场打工 然后来帮助这个 过去支持他的这个弟兄 去念书 好 所以他们两个就 同意了这样子做 结果铜板丢出来以后 这个弟弟就是亚尔伯都的 他赢了 所以他们就照他们兄弟 所约束的这个 讲好的 弟弟就去读艺术学院 读了四年 他也没有亏负他哥哥在背后 赚钱做矿工 来支持他 所以他在学校的成绩非常好 而且后来他确实也有很多的话 到了今天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结果他四年 学业归程以后 他就回到他的家乡 然后家人也很高兴 就为他办了一个毕业会 在这个毕业会的时候 这个弟弟就站到他的哥哥旁边说 哥哥谢谢你这四年来 在矿场 努力工作 为我所需要的学会来支持 那现在 照我们所约定的 四年前所约定的 现在换你去念书 我到矿场 去做工 来支持你念书 这个时候 他的哥哥流泪 告诉他说 你看我这一双手 就是假如你有机会看到这一张图 仔细看 你看我这一双手 关节特别的粗大 指甲很多都破裂 甚至我的手 很多的茧 因为四年做矿工下来的 这个情况 我甚至连今天 要举杯来跟你祝福你完成学业 我都拿不起这个杯 所以他跟他弟弟说 已经太迟了 但是我非常地高兴 你在四年 有这么好的成就 而且 有这么多的话 得到国家的认同 所以他的 哥哥就谢谢他说 我们之前的这个 讲好的这个合约 就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 你就继续去 去发展 你的艺术的天分 神所赐给你的 你继续去发展 那这个party结束过几天 有一天 这个弟弟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经过他哥哥的房间 看到他的哥哥跪在地上 跟上帝祷告 他就靠过去 听他哥哥在祷告什么 这个法兰西斯就跟神祷告说 主啊 感谢你让我的弟弟 完成了四年的学业 而且他在艺术的天分 愿主你将 你要加给我的恩赐 加给我艺术的天分 加倍地在我的 这个弟弟的身上 让他可以 透过艺术 更来发扬神 你在他生命当中 所要彰显的 这个弟弟听到他哥哥 这样子祷告 非常的感动 他马上 这双手就是他哥哥 在那个moment 跪在床前 祷告的时候 他马上 素描就把他发下来 而 这个杜勒 所有的作品 你只要去看 几乎这个作品 是现在在 属于他的作品里面 是排第一名 这个故事的背后 让我们看到 一个 什么叫做宣扬爱 牺牲 辛劳 感激的真情 他也告诉我们 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就像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有讲的 就完全了 基督的律法 这样一个故事 我经常 很喜欢 借着这个图片 来提醒我自己 2018刚要开始 希望今天 我借着这个金姐 来跟各位一起分享 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同行2018 我知道去年 确实 我们的主席 Elder Andy 他真的很辛苦 我常常跟他讲说 你做两年的主席 比我做四年的主席 事情还多 他的白法 其实在过去这两年 真的是比我还多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进入2018 希望借着 接下来我要分享 三个部分 分担苦难三个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勉励 来进入 2018 神所要应循我们的 分担苦难 参与宣教 你可能觉得会很牵强 这个分担苦难 跟参与宣教 有什么关系 这个分担苦难 跟参与宣教 有什么关系 谢谢福牧师也同意我 因为我们去年 安与宣教会 我们安与宣教会在 Ensanada墨西哥 事工上面有 要建立一个堂会 我们要的那块地 被买走 之后去年十月之后 一直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 跟会友来报告 最新的update是什么 所以透过福牧师的 同意 我今天会用一点点时间 来跟我们update一下 墨西哥事工 我们在那边2018的 所要做的事情 那在进入这个之前 有三个小孩子 甲 乙 丙 三个小孩子 他们在那边课堂下课以后 他们想要表现 谁的爸爸最会赚钱 所以第一个甲就讲了 我的爸爸最会赚钱 因为有一个人到他面前 那讲几句话 我爸爸听一听以后 就在纸上写一张条子 就让他走了 这个人就给我爸爸钱 他说你爸爸是做什么 他说我爸爸是医生 哇 赚钱很容易 这个人来讲讲话 天天单子就给他钱 这个乙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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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更会赚钱 有两个人到我爸爸面前 在那边吵架 吵来吵去 吵来吵去 我爸爸都不听 都不讲话 听他们吵完以后 我爸爸也拿了一张纸 写一写 就让他们出去 这个人就把钱进来了 他爸爸是什么职业 律师啦 第三个说 甲乙丙 丙说没有 我爸爸更会赚钱 特别是礼拜天 早上 他站在一个台子上面 下面坐满了人 那些人都不讲话 但是我爸爸就一直讲 一直骂 然后跟人家说 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 骂完以后 这些人还很高兴 把钱都放在一个袋子 给我爸爸 哇 这两个说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 怎么这么容易赚钱 我爸爸是牧师 这个时候 丁 甲乙丙丁 丁从旁边走过了 听到他们三个的谈话说 其实我爸爸更会赚钱 这甲乙丙说 我们爸爸已经很会赚钱 你爸爸 什么职业更会赚钱 他说 我爸爸就走到那个丙的爸爸的耳朵旁边 刺激喳喳地讲了几句话以后 我爸爸点点头 就把刚刚所收集的钱 都给我爸爸拿走了 他说你爸爸是做什么 他说我爸爸是宣教士 那我想这个笑话 主要是告诉我们 分担苦难 参与宣教 为什么要参与宣教 假如今天主耶稣基督 能够为了教会 为了我们的罪 定使在十字架上 让圣殿的不满从上 破裂到下 那爱因教会的围墙 是不是也可以为这个社区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西体 为这个国家来打破 而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天国观 今天我们的分担苦难 不单再只是 在我们的堂会 我们教堂里面 跟我们同肤色的人 而是我们有这样的观念 能够走出去 到那些 不同肤色的人 甚至未听过福音的人 所以通过今天 我要来跟我们 第一个要分享的是参与宣教 在这边我有一点点的资料 先跟我们有一点点的 的分享 就是之前我们在上普世丰盛 有一个把握时机的课程 在他的第一 课程的第六页 上代完成的任务里面 他里面有讲这几件事情 常常在提醒我 一个群体若没有聚再生的本土教会 就被视为最少听闻福音的群体 或是福音位的知名 而一个教会假如自己本身有再生力 就是他不需要借由外来的文化资源 可以去向他的族群传福音 这个的话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教会 但是otherwise 就是最少听闻福音 或是未曾听闻福音的人 今天在全世界上 这样的群体 至少有一万个以上 你大概很难想象 这样的群体 至少有一万个想象 那感谢神过去安安教会我们十八年 神给我们有这样宣教的一个机会 常常我们在宣教的策划上面 我们希望神能够一步接着一步 来指示我们 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路线 或是脚步说 下一步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但是这边告诉我们 神虽然没有给我们路线图 但是他却给我们很明显的指南针 就是我们要向最少听闻福音群体 或是福音未得之名来传福音 所以第一个我要分享分担苦难 参与宣教 在2018我们墨西哥的事工很快 我讲一下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在那边 我们在寻找一个地方 可以建立一个教会或宣教中心 第二个就是经由Pastor Renario 他是一个 等一下会看到他的照片 他过去在墨西哥是一个毒贩 大概是中盘的一个贩毒的人 但是因为神改变他的生命 让他现身成为一个牧师 他在那边 现在也有另外一个church 在Ensanada更南的地方 是有两个族群 就是墨西哥人的印第安 他们不会讲西班牙语 不会讲英文 第三个就是我们来帮助 绿洲青少年感化院Oasis 因为这些孩子他们 当政府或是他们在路上找到 把他丢到这个Oasis的时候 他只有六个月到一年半的时间 借着这段时间可以来改变他的生命 或是让他有一点磨身的技能 一年半以后 政府带他离开那个地方 假如不能够再找到下一站 让他继续的话 那政府就是给他20块钱的Peso 就是墨西哥钱 然后就让他在街上继续去走 好 第一个目标 我们在Ensanada要建立一个教会宣教中心 已经在去年12月正式成立EMCI 就是我们现在周报常常在写 你要为宣教奉献EFCI 请你写到EMCI 这个已经得到联邦跟州政府的许可 已经发振下来 第二个 我们在墨西哥所要成立的EMCI 一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也得到 也已经进入到墨西哥政府在process 第三个 感谢弟兄姐妹一起的奉献 在2016 大概5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那时候所筹齐了15万 我们也正式存立在国泰银行 一个EMCI里面的专户里面 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两个民族 一个是mixed tech 一个是tricky 这两个民族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 第三个 第二个 我先停下来第二个 你现在看到这个图 这个地方 这张照片是我们那边一个同工 Emmanuel他太太的妈妈跟祖母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过去是从这个地方 就是墨西哥这个地方 千里迢迢到Ensanada 然后目前我们去Mission的地方在这里 上面就是Santiago跟Urban 在这个地方他们工作一天 因为他们是原住民 不会讲西班牙语 他们工作一天到那个农产地去务农 一天收入是美金一块钱 一天是美金一块钱 那为什么他们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地方呢 Ensanada除了做cruise 只是一个观光地方以外 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农作物 他们在那边做农作物 一天可以赚到八到十块钱 所以为什么他们很多族群移民到这边 但是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 因为他们是墨西哥的印第安族 讲土话 没有人懂得他们 这个是我们教会英文堂 也是宣教牧师Pastor Casey 还有我们的同工David 宣教主席David长老 还有甘献教会英文堂Pastor Will 我们去年在十月到这个教会去 而这两个红色的这个 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Mistach 或是Tricky这样的印第安民族 那刚刚这边站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牧师 就是我刚刚讲 他过去是一个毒贩 那神改变他的生命以后 他在这个地方来照顾这个教会 那照顾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刚刚有讲 这个原住民就跑到他的教会 所以他就透过 这两个原住民会一点点西班牙语 他就透过这两个人 来让他们去向他的族群传福音 而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要去读神学院 所以我们两个礼拜前三个同工下去 看到他们那边 大概要讲一个道或要翻译 大概要经过三层 英文的讲给会懂西班牙语的听 西班牙语的讲给这个原住民听 这个原住民在用他自己的语言 讲给他的族群听 所以大概一个聚会 在翻译上面要经过三层 那这个是去年十月份 也是弗木斯特别有这样的负担 到了那边 经过Carolina 就是Dr. Tommy她的太太的翻译 也对那些当地的同工做了一些培训 而这两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原住民 印第安的原住民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那边 透过Oasis 我们在那边进去的资源 能够帮助这些孩子 他们在那边顶多半年到一年半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经过 这一年半最快的时间里面 他们能够认识神 这样万一有一天政府再把他们放到街上 至少他们不会再回去原来 吸毒或是帮派那样子的生活里面 所以 第一个 我分享的就是 参与宣教 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弗木斯让我有机会 来跟我们报告 在Ensanada那边 目前最新的状况 第二个 分担苦难 彼此担当 保罗在 加拉太书 第五章十三节 那个地方 他有说 你们要以爱心 互相服侍 你们要以爱心 互相服侍 这个服侍 他的原文是 用奴役 就是奴役 他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我今天要服侍 服侍 服侍 我要把我自己当成是一个奴役 借着我是一个奴役 的心态的观念 的角度 的角色 我来 服侍对方 接着保罗在 罗马书 第六章二节讲到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 基督的 律法 而这个彼此 分担重担 这边他特别强调 这个重担是因为人 我们因为罪 所带来的一些重担 我们要来彼此担当 而最好的榜样 就是耶稣基督 将你我的罪 担在他的肩头上面 上了十字架 大卫自己也在他的诗篇 三十八篇 第四节这样讲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因为罪而不安 因为哀伤而不安 因为环境而不安 因为忧虑而不安 因为重担而不安 我们人 我想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困难 围绕在我们的身边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 碰到的困难比较大 譬如说 生病 得了很不好的消息 或是亲人的离世 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来陪他们走过 因为他们所经历的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同样的 有些人 特别在我们这一带 很多工作上的压力 孩子的问题 可能是比较小的苦难 那我们也不要常说 哎呀 你这个工作的压力 每个人都有嘛 你不要担心 一定都会过的 那我为你祷告 然后就走了 很多时候 其实在今天 这样一个社会的冲击下面 我们为了让他 不失去信心 为了不让他被仇敌吃掉 其实每个人的信心大小 是不一样 当我们同样碰到 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要勇敢地愿意来跟他一起分担这个苦难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牧师 我们长老经常要去关怀这些弟兄姐妹 不管他们所经历的是大的苦难 还是小的苦难 在我想我们经常碰到苦难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比较会在那个当下去问为什么 会比较在那个当下去问为什么 而非得要走过以后 你才能够看到神的怜悯跟恩典 希望借着这个经节也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更多地去 在人的苦难上面 我们来彼此担当 就像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第三个 分担苦难彼此相爱 当我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 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就跟神祷告 这个分担苦难彼此相爱 这个彼此相爱好像 又是一个很大的topic 很大的一个主题 好像把今天的这个 分担苦难分享荣耀的这个主题偏离了 三个礼拜前有一天早上 我要来教会的路上 我还在想 主啊 这个分担苦难彼此相爱 这个彼此相爱 其实我已经找了很多资料 写在我的记录本里面 但是你要我讲什么 那突然间 神就给我一个感动 耶稣给我们彼此相爱 最大的一幅画是什么 就是他为学生洗脚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 彼此相爱 学我的样式 然后我就开车的时候还没到教会 我说 不对吧 这个念头好像 我在这个讲道的时候 要我去跟谁洗脚 突然间 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讲 帮牧师洗脚 我说 那个时候我有点掉眼泪 我说 我自己的爸爸是牧师 我都还没有替我爸爸洗过脚 替牧师洗脚 我说 主啊 你要告诉我什么 这个分担苦难 彼此相爱 你要告诉我什么 那主就告诉我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彼此相爱 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 我们更需要的是行动 所以那天回家以后 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说 我要准备这个讲章 我的感动圣灵告诉我 要帮牧师洗脚 我太太说 那你祷告看看 假如真的是 有平安 真的是神的感动 你就去做 好 所以我就 三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 我真的就准备这样做了 到昨天晚上 我太太 小组回来 她突然间跟我讲 你明天真的要洗脚吗 我说 拜托 三个礼拜前 你跟我讲 我问你的时候 我有这个感动 你跟我说是真的 凭我在神面前的祷告 那三个礼拜以后 昨天晚上 你跟我说 我真的要洗脚吗 我想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很多时候 我们碍于一些 我们碍于一些 不管我们 所顾虑的是什么 我们好像 很难在那个顾虑上面 走出去 特别在彼此相爱 对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的夫妻 对我们的孩子 对我们的邻居 甚至对我们的父母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 很难在彼此相爱 用行动来做 与其 神也告诉我 我自己彼此相爱的心不够 因为我自己家庭 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神透过那天早上 在车上告诉我 彼此相爱 你就是去做 照着圣灵给我的感动 我请扶牧师你脱鞋子 彼此相爱 我想不是 在教会里面 神给我们 最好的一个榜样 常常我们把它 停留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但是 神透过那天早上跟我讲的话 你要 对你的弟兄 特别 在教会里面 牧师是我们的属灵领袖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过去 几个月 我们对牧者的爱心 我想 同样对牧者的爱心以外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四周围的人 我们在彼此相爱上面 是不是可以更多的付出行动 而不是说 我愿你平安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奉献 而是真的我们能够 做什么 安恩教会2018的主题是 同归于一 佛出丰富 丰盛 我相信我们今年都要经历 神的丰盛在我们当中 神必定要与我们同行 但是这个过程 一样会有高山低谷 而在这个高山低谷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需要 彼此的来分担 参与宣教 去分担那些 没有接受福音 不曾听过福音 而在他们生命 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苦难 难道也不该是我们 去帮他们分担吗 那我们的分担 不是只有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 而是那些为神听闻福音的人 他们所面临的苦难 我们也能够去与他分担 不只是 不单是我们的肤色 不单是我们的语言 也让我们彼此分担 是能够分担在 因罪所带来的重担上面 和彼此相爱 这边 我想回到刚刚的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我很喜欢 我把它 印的彩色放在我自己的办公室 的玻璃上面 不只是在教会里面 我想在 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里面 我也常常提醒我 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 肯定有一些人 在承担属于你的那一份不容易 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你到教会来 在这边做礼拜很舒服 乃是因为背后有一些同工 让你坐在这边很舒服 对不对 他们在侍奉上面 你在生活上面 在你的工作上面 在你的家庭里面 可能你觉得吃一餐饭很容易 可能你觉得洗个澡很容易 其实在背后 你的配偶可能在替你承担 原本属于你 那不容易的那一部分 而我们却常常去忽略 十字架 是尾巴比较重 还是头比较重 当然是头比较重 对不对 同样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2018要来一起经历神 分担苦难 分享荣耀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教导我们的 生命本来不容易 但是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 肯定是主耶稣 在替你承担 你那一份属于不容易的 不管是因为你 因为罪 所带出来的 还是因为你个人的主观 所带出来的 还是因为你骄傲 但愿今天很简短的讯息 再次地来勉励我们 一起 在我们四周围 我们更能够 神给我们更能够敏感地 去感受到弟兄姐妹 所需要负担的事情 所需要承担的苦难 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同走 最后我们一起同享 主所应许 给我们共享的荣耀 我们请福牧师 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面前 今天主借着这个图 对你说了什么 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面前 耶稣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对着他所爱的门徒说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要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是我的门徒了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是我的门徒了 从祷告的时候 一直到主耶稣 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 跪下来 为他所爱的门徒 一个一个的洗脚 主耶稣的生命告诉我们 爱不是用讲的 是用做的 爱是付出代价 而且那个代价要痛 才是真正的付出代价 就像十字架 就像那个图在承担重担的母亲 爱是一个默默的行动 也是一个使命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人听了许长老的话 说主啊 我的确是爱得不够 让我有那个属灵的眼睛 看到人的需要 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 阿雷路亚 放下 另外我要跟大家一起勉励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爱的人 其实不可爱的人 让你头痛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需要爱的人 我们大家都喜欢爱那些可爱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不可爱的人 有一些没有经过爱的人 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感动说 主啊 让我们重样有一个心智 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跪下来 服侍那个不可爱的彼得 不可爱的犹大 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 有这样的人也请举手 请胖下 最后 我们要一同领受这样的一个目标 让我们不是只有活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也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 因为这个世界何等的需要 那个爱的行动 你说我愿意在今年有机会 能够服侍一些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人 我愿意参与不只是奉献 也有一些祷告 成就一些美丽的事情 有这样的人也请去受 哈利路亚 恩主谢谢你 求你的光这时候就像外面的阳光一样 照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在你面前赤肉敞开 让我们重新领受你的使命 我知道我们当中自己 当中有很多人现在正在承担困难 有时候你觉得不公平 其实主已经在你身边安排很多人 在帮助我们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家人 其实默默的在我们承担很多的事情 也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凌晨的感恩的心 回去跟他说谢谢 为我所做的那一切 让我们有一个这样 柔和的心 回到我们的家庭 回到我们的工作 回到我们的事业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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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